说起郭富城,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,从当初青涩的偶像小生,经过光阴的历练,成为了一个横跨音乐,电影及舞台表演的成熟艺人。 完美的舞异和精湛的演技,使他成为演艺界不老的彼得潘。 曾经的青春偶像,随后的奋斗,直至今天的成就,那份永不言败的精神,终是粉丝们喜欢他的原因。 与妻子方圆结婚后幸福美满,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Chant,家庭事业双丰收的她可谓是人生大赢家,不知道她的家里会是什么样子呢? 家里装修属于简欧风格,整体以神稳的大地色作为基底色,冷白色的大礼石则铺遍了整个大空间,配以金属质感的饰品作为点缀。 古典的灰绿色与优雅的浅金色,浓郁与鲜明的色彩搭配,为空间注入永不过时的轻奢气息,没有做太多造作的修饰与约束。 不经意尖尽也成就了另外一种休闲式浪漫。 粉色的公主房,甜美有趣。 不管是像小蛋糕一样的小床,还是天空中漂浮的吊灯,每一种都在宣示住小公主可爱的领地。 卧室设计温馨舒适,处处尽显归整秩序的清细之美,具有彬彬文质的家居生活情景,就在这不言不语没有。 没有多余,恰到好处的简约理。 自然的母质家具搭配质地,柔软的棉麻传品,倍感放松舒适。 有没有很想躺上去啊? 卫生间设计简约大气。 山光面产生的明亮感大大提高了卫浴空间的开阔感,搭配精巧造型的结局,体现出和谐。 均衡的个性美。 辣妈方圆身材相瘦,没事就去健身房健身,怪不得产后身材还保持得这么完美。 休闲区设计,整体色调一褐色,米黄色,白色相叠加,恰到好处,瞬间提升了空间的活跃度与现代感。 茶几上鲜花点缀运用的恰到好处,木质元素的才是尽显时尚之美。 祝福她的事业越来越好,一家人永远幸福快乐。